Thomas 你都真是很準確 我想問多一條 further 就是 如果是退到六月 那譬如我又不找他 麻煩請大家看一看這個最近的星圖 尤其是 不是說尤其是 簡直是 就是要看水平和雙魚座的那些星 好 我給大家 一些時間去看清楚有什麼在裡面發生 先說雙魚座 雙魚座現在有 木日海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日海是黏著的 即是 太陽和海黃星發生一個合相 我們叫一個 conjunction 的 aspect 即是這些相位 即是角度的意思 即是說 現在兩星的雙距是零度 因為他們黏在一起 那他們中間就沒有差距 沒有差距 對嗎 好 那這個雙魚的日海俠 原來是非常之大利 以下的事情 第一 是一些藝術 文藝 創意的東西 OK 特別特別是 其實 大家記不記得 我在早排 這個早排 我都不記得早到什麼時候 但是我記得 好像是EK印象 是農曆新年正月那時候 所以 今天都 農曆新年正月那時候 現在都農曆新年正月 那即是 上個月左右 你們自己去看 我大概上個月的 《合肢亂男星盆分析》 有一條片就是 如果你想去學一些 琴技書畫的東西 特別是一些傳統的琴技書畫 大家有沒有印象那條片 然後那條片的好評是余海嘯 因為很多人都說 是呀是呀 我真的很想去學那些東西 忽然之間 那 伴隨著 這個《合肢亂男星盆分析》 我都可以說 咦 都應該是結束 你真的 如果之前是勾起了一條癮 麻煩 現在快點去助言起行 不要再拖了 所以 在你被勾起了一條癮 到今天為止 那你們有沒有認真去找過老師 去找過一些課程 諸如此類 我希望你有做到 因為 這個《合肢亂男星盆分析》 其實就是 是非常之適合 一些創造的藝術 藝術 藝術 是來一些利益 OK 當然最好 這個世界 很多東西都很實際趕錢 即管看看你的作品 可不可以賣到好價錢 但就算不是的話 它都可能會給到一些 比較虛無的利益 例如說 名氣 即是我當 你最近 忽然之間 師兄大白 你去作壽司 或者你去畫幅畫 或者你去 用現在一些 什麼都好 總之你可能這些東西 你放上網 忽然之間 爆紅 你有100萬個 觀看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 可以去值得爭取的事情 對不對 好 然後 還有 就是 原來 最近 可以去拍一幅照 那你說 神經病 我每天都拍照 現在這麼多人在打卡 然後 什麼差都拍 不是 我不是說這些 當然 其實攝影都是藝術來的 你可能 可以拍到一些絕世美的照 然後又放上網 又騙到很多like 什麼都好 但我現在說 是一些 給你有 即是一些照片 你本身拍來 是對你本身會有利益的 OK 好 我當你本身是專業攝影師 或者一些專業KOLA 經常就是拍這些照片 然後賺很多的名氣 好 這些算是 可以是進入了我剛剛說的category 但是還有 你可以去拍一些專業沙龍照 OK 嗯 學生照也不行 但學生照 你拍了也不是幫你賺到什麼 但是我當你去拍一些商業造型照 你明白嗎 還有很多那些保險經紀 不是經常去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對不對 那原來這個時候去拍的照片 你會拍得很漂亮 然後總之會真的很chalming 然後 將來的客人看到就會很想你 或者我當任何的經紀 或者任何總之你 或者我當你是普通打工仔 你現在去拍一張照片 然後你將來貼下你的CV 這些照片都會人見人愛的 那些老闆都會很想請你 你明白嗎 所以原來 一些 你去拍照 然後這個照片 本身是要帶給你利益的 例如帶給你商機 你現在去拍吧 那這些照片會拍得非常之好 好 還有今次這個日海俠 還是對於以下的這個毛病 這個都市人都很常見的情形 原來是一個 他可以給予一個很好的解脫的機會 那是什麼毛病呢 麻煩大家去拍片 好 還有裏提提看看 剛剛說了 對了 台座 就是接下來 影片你們就影片總結了 可以細微破斷 很容易失眠 或...應該說 剛才提到的身體健康問題 很難說因為星象和宇宙幫助我 那我就一聲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至少是在時代 因為星象不可以保證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因為這次星象好 那你以後就可以一輩子都睡得好 可能以後有些星象又會觸發這件事 但保險一點說 這個世界上你幾可有一些東西 因為多德星象宇宙肯幫助我 那我就可以一聲就去解決問題 正如有時原學家跟你說 你接下來有還財運 說真的你也要自己去賭錢 去投資一下 最簡單就是買六合菜 你不懂得買馬 你不懂什麼三T那些東西 那你就隨便做個六合菜 那你自己也要去做些事情 難道你以為現在什麼 格倫童話 天上有隻烏鴉擔個金幣給你 你這樣還財運你好到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令到自己睡眠的問題 不一定失眠的 我當你夢遊也可以 你晚上睡覺倒汗也可以 甚至男性的話你夢懷也可以 或者你經常發惡夢 諸如此類 如果你積極一點去做人 不如你也趁這個時候去接受一下治療 可能去找個醫生 或者現在去開展一些藥物的療程 或者看中醫去調理 去給一些什麼安神的藥物 或者現在開始去吃圓肉 即是桂圓 即是乾龍眼 我知道其實它是有一個安神的作用 或者什麼珍珠抹那些 不如你趁這個時候去好好把握 你不要說我等個天去送大禮給你 除了因為真的 第一 這個世界上我覺得很難有個天 無端端送一個大禮給你 而你是可以不勞而獲等那個收獲 而第二說真的 因為根據這個升盤 其實它有一個很漂亮的木星 其實木星都是講一些醫生 或者是一些Guru 一些寧靜的大師 所以其實 你應該是好好去爭取這個時間 去找一些好醫生 或者你不想浪費錢去看醫生 那你都去做一些醫療的東西 好 那這條片 其實讀現在都有點太長 而且我做這條片的時候都比較晚 但是我都還沒有說水瓶座 而且你記不記得我早前出帖 然後我又說 哎呀接下來那些太陽水瓶 吃了糞便 然後還有 我都不要特別去說太陽 總之水瓶座吃硬糞 然後白羊座 還有8月23日的處女 好 通通這些東西 我之後會再出片 我這幾天會再出片 大家去密切留意 很多東西 沒問題 大家吃了 真的 好 Shim 好好